还有来关心民众的台北市议员批评副市长李四川下令官员 不要出席北翼悠游卡交易基金适宜记者会的说明 是在藐视议会 藐视民意 而且要求李副市长你必须要盗窃 不过在昨天周三在市议会的质询气氛 哇 超级火爆 差点杠起来了 李副市长呼吁议员们不要为难公务员 他强调那些被要求说明的项目 都是为了帮前朝柯市府来向后 如果市府团队在处理上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那么一定会进行检讨 开了记者会是讲的 请讲市府不要柯维拉 那当然这个议题 我们在北域市政府一规定办理追加议算 那在我们的议会的委员会也做成结议 是不是不要为难我们急促的这个参理的童年 那可不可以 这个原则要如果假设不是记者会 是协调会或是要澄清的这个部分 我想我们都很乐意 如果我们的这个处理有精进的空间 我想我们会检讨来精进 谢谢大家 副市长我们要开记者会 不是要否决你的决议 您先留步好不好 市府面对民意如此傲慢 这就是你讲话案市长执政的态度吗 李副市长这样子跑掉 真的是对议会非常非常的傲慢的藐视 我们的11楼长官可以在咨询前半小时 下令所有的官员不准出席 这是何等的傲慢 逃避讨论 逃避监督 带头破坏府会和谐 带头藐视议会 藐视议员 藐视我们台北市市民的民意 这是团队 市府团队应该对台北市民应该有态度吗 好 李四川因为6月15号的市府 没派人参加民众党举行的 北意相关的记者会 遭到民众党议员跑红 要求要道歉 李四川罕见都挪 在邻书发文请大家评评理 他表示说 由于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新建 钱市府要赔2.3亿元 蒋市府为了帮钱朝科市府来擦屁股上后 编了追加预算送上议会来审查 不过现在却被逼着来盗窃 表示自己何必受这样的鸟气呀 好 其中台北市长蒋文安也出面力挺调试 一起做市府基层同仁的考生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也来留言力挺 四川辛苦了 选择直求对决 直接诉诸台北市民的公平确实罕见 唯有大人大智大勇者敢义无反顾为之 也真的是印证了古话 吴玉泽耕 佩服佩服 网友看到韩国瑜的留言 纷纷表示 谁该抗责任 就该谁负吗 那问政奖礼 性客观呢 民众党议员你要作秀 要找勤勉无私的李四川副市长 是不是找错人了 不要为难李四川副市长 跟局处市府的团队呀 好的确 这前朝的烂摊子 现任来收拾 当然惹发的争议也引发了府方跟党团的论战 那其中的原因就是 柯文哲担任市长时期所留下来的北义工程调解金 2.3亿元 以及优有卡公司新贵案 以及这个教育基金 被柯文哲以挪用在还债等等的争议 不过柯政府时期 柯市府时期的这个遗留到蒋市府的乱摊子 其实还不止这一桩耶 大剧段的兴建北投影视因园区 以及2022年的生成论坛费用的呆账 全部剧眼都要由蒋市府来收拾善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